长假首日 上海的重点商圈有哪些消费热点呢 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观察 这里是上海市南京路步行街的东拓段 开街两个星期以来呢 这里一直是人气爆棚 可以看到这会儿在我身后呢 也是人潮涌动 警务人员正在维持秩序 路灯上呢也是挂上了鲜红的国旗 增添了不少节日的氛围 那么说到南京路上的消费啊 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融合 比如说这边的鲜肉月饼还在排着长队 另一边的精品咖啡和西式餐点呢 也是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老字号品牌开启了潮流快闪电 百年老建筑迎来了拍照打卡的粉丝 经典与新潮在这里碰撞 也是散发出了别居一格的魅力 严正南京路一路向东 就来到了上海的另外一个重要地标外滩 改造升级之后 外滩与南京路步行街市手牵手 从街道变成了街区 也从传统走向了现代 独特的海派风格吸引了各地的游客 前来观光打卡 文化消费也成为新的选择 就是让他们看一下那个外滩建筑 了解一下上海的那个历史 我们报名了一家那种 旅屋户外的那个讲外滩的 据测算 假期首日南京路和外滩的客流量 都是超过了一百万人次 游客们在这里休闲漫步 品味经典 感受历史与潮流的对话 夜幕降临消费的热度还在持续 这里是上海的育园 在各色花灯的装点之下 一个沉寂式的国风国潮主题街区正在呈现 尤其是10月1号全新亮相的育园百货 带来了一众国潮品牌 汉服和国风元素随处可见 还把米飞 樱桃小丸子 这些经典的IP形象都请了过来 不管你是哪一种风格 都能在这里邂逅一场穿越之旅 逛了一天呢 美食也是少不了的 月圆城隍庙的各色小吃 带你一站式吃遍经典 除了我手里刚刚采购了这些点心和糖果呢 我身后这些百年的老字号品牌 也是人气火爆 像是松月楼的素菜 老城隍庙的梨高露 以及绿波廊 还有上海老饭店的本邦菜 在假期首日呢 也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品尝体验 街区可以漫步 美食也有温度 开放 包容 创新的上海 还有更多的消费场景等待解锁 也有更加丰富的消费体验 值得期待 过早 户布巷 宵夜 吉庆街 这是武汉市民最日常的生活方式 那么这个中秋国庆假期 跟随我们的记者 一起去武汉户布巷和吉庆街 感受一下浓浓的节日气氛 那眼睛的朋友应该已经发现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护布巷 从门口看进去 我们已经发现了 现在基本上能开的店都开了 今天的护布巷真的是好热闹 你们看这人山人海的 都是来过来排队 想要品尝咱们护布巷的美食的 不好意思 你们打扰一下 您是武汉人还是外地人 特地来武汉的 武汉的 是武汉的 来 折藏时间武汉又回来了 护布巷又回来了 干折磨呀 干折磨啊 回发以前的生机 武汉现在除了有很多老字号的美食之外 这两边还有很多这种新派的美食 老汉口的汤包 鲜肉夹馍 专业生蚝等等 全都有 绝对是一个美食的集散地 一个美食非常棒的打卡点 国庆中秋双节合璧 武汉互布巷285家商户 喜迎八方来客 开业商户和人流量 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八成 而武汉另一条高人气美食街 急庆街 人流量也恢复到疫情前的六成以上 大家仔细听一下 是不是这个声音是独属于咱们 急庆街的味道 而且呢 这个音乐让我又感觉回到了 好多年前 每一次来到急庆街 听到这样的声音还不觉得 现在就是由衷地觉得特别的幸福 感觉急庆街回来了 咱们的武汉也真的这种活力 也跟着一起回来了 我们到这边来走走看看 有好多民间艺人 我那边也在拉小提琴 还有吹笛子 这是湖北大谷 湖北大谷 现场给我们来一顿 我们藏起来呀 我们人心里 欢迎大家 到急庆街 我爱到武汉 丰富可口的美食 是节日必不可少的 接下来呢 我们去看一看中秋国庆假期 各地都有哪些特色美食 让人欲罢不能 在山东微海南海新区 生蚝文化节热闹开幕 烤生蚝 蒸生蚝 生蚝刺身等多种吃法 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 现场还设置了生蚝文化展区 让大家吃的同时还增长了知识 挺大的 也很新鲜 味道挺好的 四川成都市 皮都区湛祭村的村民们 排开水席 同吃长寿面 面与棉谐音 吃面自古以来 有着福寿盐棉的美好寓意 今秋时节 也开启了大闸蟹的盛宴 趁着中秋国庆假期 不少游客来到阳城湖 想要品尝 新补捞上来的大闸蟹 一个个大闸蟹 经过快速清洗 捆扎处理之后 第一时间被送上餐桌 新鲜的大闸蟹 油厚膏黄 让慕名而来的游客 感受到舌尖味蕾的极致体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